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請見盤 伊達借元師兄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300就有做人喔 院內阿蘇的二樓是額外設計 這位那個是嗎 這個就可以是嗎 沒關係沒關係 授機授機 我們要做一下 怎麼可能 然後他會把他提示 他會把他提示 因為他們呢 他們呢 他們是 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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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要下去 會不會放手 會不會放手 對 不要打開 先打開謝謝 我這麼珍珠消貨 真的可以有 這塊南套是套的這個頭 這個部分 然後是這個那個部分 衣服 因為我實際說出個題目給我 我這個題目給你 因為這個是比較困難 因為他這個要把他的圖形跟扣照先畫出來 我是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師 洪嘉基 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榮幸 有這個機會能夠代表 還有衛福部來出席 今天我們一來圓山鄉的 心理衛生中心的這個揭牌的典禮 對 那我想大家 剛剛我們的縣長 我們的主持人都已經強調了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 越來越重視我們這個心理健康 因為我們社會的變形 我們生活型態的改變 其實大家對這個心理健康的飲食的需求 還有我們的需求也越來越重視 那所以在現在接下來的幾年 我想除了社安網 其實衛生福利部對心理健康 衛生中心的這個部件呢 確實是我們未來接下來 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我在這裡要非常非常感謝 縣長還有我們衛生局局長 當然我們的議長 我們的這個預算 這也是很重要的 對整個這個心理健康政策的支持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麼好的 在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成立我們宜蘭縣的這個 圓山鄉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那我想就是這個心理衛生中心的設立 其實是我們推進心理健康促進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 所以在接下來呢 整合我們全台灣會設立大概到114年 我們希望成立一處的心理衛生中心 那這既然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基礎建設 那在基礎建設裡面 我們就要有硬體 我們要有軟體 那從今天我們這個中心設立 等一下會許結束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也 歐衛生局這邊還有安排大家 可以參觀一下我們的心位中心 從裡面我剛剛有提前到 就已經看到樓上這個 不管在設施設備上面 還有我們空間的規劃上面 還有包含我們同仁 同仁也是我們很重要的這個資產 對有很好的這個辦公的空間 我們服務民眾的空間之外 這是我們硬體的部分 那這要特別感謝縣長的支持 還有我們議長的支持 對 那再來就是軟體了 再來就是軟體 我想從今天整個活動的安排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我們局長 我們局長 帶領的整個我們心理衛生團隊 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非常非常這個 堅實的這個團隊 所以一定可以提供我們 非常好的心理建設服務 當然現場還有我們非常多的 心理衛生相關的網絡單位 都一起共襄盛舉 所以我相信我們可以整合 我們相關的資源 提供民眾最可敬的服務 最便利的服務 那這是服務裡面 我們有哪些 其實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就像我們的衛生所一樣 我們衛生所 我們說它提供我們的身體健康 但是在衛生所 它不是只有讓我們看醫生 對吧 對 也有做保健啊 打預防針啊 對不對 所以那我們的心理衛生中心呢 也一樣 它就像我們心理的衛生所 我們不是只有我們除了提供 大家心情無罪 我們就來做諮商啊 給你一些介入 然後我們有今天醫療需求夥伴 我們有我們的規訪員 會走入社區 瞭解你的需求 瞭解家庭你的需求 協助你們提供資源 相關的資源的連結 網絡的連結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們也會做心理健康的保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衛生局 我們的心衛中心 會提供很多的心理衛生的講座 所以不管什麼樣子的民眾 鄉親 我們都可以來到我們心衛中心 來接受一些心理衛生 相關的這個服務的資源 所以這邊講的這個 周立好夥伴 對 所以剛剛我們那個 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也看到局長講的 我們心理衛生中心 一定會是大家的一個好夥伴 那在最後呢 我再一次的感謝縣長 還有我們議長 對整個心理健康 促進的這個 工作的這個支持 當然我剛剛我們的同事 這個衛生局的同事 也跟我講 因為我剛剛提到 我們的硬體設備非常好 所以他們跟我講說 對 除了我們中央的資源 益助之外 其實地方政府 在整個預算的支持上 也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所以我想我再一次感謝 我們這個 我縣府團隊 還有議會這邊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的這個 衛生局 帶領的所有的這個 堅實的團隊 那我最後祝福我們這個 這個接牌的活動呢 圓滿順利 各位身心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恭喜縣長 議長 專委議員 來科長 李上欣 來我們的 布置金獎 來請一架 到我們新衛中心的門口 我們要舉行 我們要進行 今天另外一個重頭戲啦 接牌